下口监视器拍下黑色轿车 一路追着白车跑 突然油门一踩往前推撞 白色轿车直接撞上民宅花盆 接着又被猛力往前 直接撞向路边停车 没想到后面轿车下来一名男子 拿了球棒就直接往前跑 看到车窗玻璃就猛砸 军民听到杂车巨大声响 赶快冲上前制止 但是杂车一群人不罢休 拿了砖头又往车子丢 黑色轿车趁这时继续推撞 吓得白车驾驶不敢下车 好不容易临近居民全跑出来 上前劝驾 这才让杂车男子停下动作 这起杂车事件发生在高雄且定区 警方初步调查是因为行车纠纷 才动手杂车 但是居然当街推撞杂车 还有不少目击民众 目前有六名嫌犯已经被带回 但纠纷原因警方还要再厘清 记者高雄综合报道 我是徐国豪 在中视新闻首次坐上主播台 体会到播报新闻所需要的稳健台风 以及掌握突发及时新闻的随机应变 为观众播报最及时的新闻 就是展现专业的时刻 更多新闻请锁定中视新闻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并开启小铃铛喔